英國首相強生確診中共肺炎後 週一病情惡化 在下午被送往家後病房觀察 他有身孕的未婚妻則是在Twitter上自破 過去一週有中共病毒的症狀 現在逐漸復原 不過並未接受檢測 英國那個大臣哥夫透露 強生並沒有需要帶上呼吸器 如果病情再有變化 會再發布正式聲明 強生將職務交由英國首席大臣拉布代理 繼續來執行政府擊退中共病毒的計畫 隨著疫情在英國升溫 追責中共的聲音也越來越大 根據英國智庫亨利捷克遜協會的調查 由於中共的掩蓋與疏忽 造成疫情在世界肆虐 依照國際法 英國可以向中共索賠3510億英鎊 政界也開始呼籲 要英國政府重新思考與中共的關係 以及和華為的5G合作 所以是 現在是時間 去檢測我們與中國的關係 再加上更均勁 更正確 更開放 更正確 更平衡 我們也進行為5G的網絡 這是我們所有的電腦電腦 這是一個新的步驟 這是一個機會 去清理系統的任何東西 從不信任的企業 史密斯提醒 英國對中國製造的過度依賴 以及中共對於人權與信仰的迫害 都需要重新省思與中共關係的原因 英國國會議員葛林也刊文指出 英國政府讓中共參與5G網路製造 是錯誤的戰略 提醒英國絕不能信任 共產主義下的中共政權 新唐人眼這件事長節 真理報導